日剧月薪娇气的练舞红透半边天 掀起一股模仿风潮 电视剧极品绝配也要来段开示舞 由饰演夜市女王的邵宇薇 带领小乐吴思贤 谢力金 梅贤智等演员 用吃汉堡 摇珍奶 骑机车等动作 串联成一段创意十足饶富趣味的舞蹈 在1989一年间 邵宇薇就跳过华尔滋 不过没什么舞蹈细胞的她 当时就跳到头发杖 这次听到要跳开示舞 让她还没跳就开始担心 生怕自己记不住动作 邵宇薇笑说 不担心同手同脚的情况出现 因为一定会发生 或许这样能带来意外的效果 果然一开拍 邵宇薇直接荣登NG王 其他演员一直盯着她 帮忙抓跳错的地方 随时提醒下一步的动作 拍摄结束 邵宇薇安慰自己 这种舞蹈要拍得可爱又好看 不一定要跳得很完美 只要姿势队看起来逗趣才是重点